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我们就接着学习大圣启心论 以及欧益大师的列宝书 上一节我们学到了 在休止的过程当中 会出现很多现象 很多贱烦恼 然后很多猪贱和烦恼 为什么说猪贱呢 为什么说猪贱呢 因为我们的贱有很多 你看我们说一般有五贱 第一个我们最重要的 有人我贱 人我贱后边有边贱 边贱后边有贱取贱 借取贱和邪贱 那么所以贱呢 它上面加了一个猪贱 烦恼呢 它没有说猪烦恼 因为烦恼本身就包括很多烦恼 主要是贪尘迟慢 思想上的问题 所以 这个 大家看 就是说 这个猪贱烦恼 猪贱烦恼 实际上就是贱私烦恼 它这里边呢 用猪贱呢 有些地方就简单称一个贱 启心论里边把这个贱私烦恼的这个贱呢 它写成猪贱也对啊 因为贱呢很多 猪贱 这个烦恼呢 它就用两个字烦恼 我们注意到学习启心论当中 它说这个贱呢 总的概论来讲呢 它属于邪直 邪直 邪直呢 它这个邪就是邪道的意思 那你这个认为有人 有法 这个观点 是由于 是由于 你受了 这个外道的 邪道的影响 邪教的影响 教育的结果 你树立了这种观念 有人 有事物 有法 那么这个烦恼障呢 你看我们注意到七星人说 六种染心 染心者烦恼障 能障真如根本质故 无名者所知障 能障世间叶子在置故 那么 这个 所以你看我们大概 把这个烦恼呢 分成 这个六种染心 所形成是烦恼 那么为什么叫烦恼障呢 在 我们其他的字典当中 我们可以查 这个烦恼就是私货 思想上的问题 见到事物了 见到四生相为处罚 起了执着 起了贪嗔吃慢 起了分别 起了苦乐的感受 建立了名字 等等 然后造业 这都是烦恼 诸见呢 是观点上的错误 认识上的错误 所以他在这里边 起信讲 诸见烦恼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见思烦恼 那么 这个烦恼呢 是六种染心 通过把染心 逐步的断掉 这个灭掉 直相应染 相续相应染 分别致相应染 现色不相应染 见心不相应染 根本业不相应染 那烦恼障就没了 就私货就没有了 那么 这个 诸见呢 就是人我见 法我见 这个 要断掉 诸见烦恼要断掉 那么 那么这见思烦恼呢 是我们的 诸见和烦恼呢 是我们的 根本障碍 根本障碍 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 诸见烦恼 那么 诸见跟烦恼 一定要断掉 通过三昧力 能不能断掉 通过这个念真如三昧 或者念佛三昧 能不能把诸见 跟烦恼断掉 烦恼断掉了 得涅槃 诸见断掉了 得菩提 所以菩提呢 的障碍 是在于诸见 这个烦恼的障碍呢 这个涅槃正不得 主要是有烦恼 烦恼呢 实际上就是染心 染心呢 它的发挥作用 就建立了能和索 就为一切法平等之性 一切法性是平等的 有了染心以后 它就不平等了 有能有索 那么这个能 攀缘这个索 就形成了烦恼 就是形成了 谈尘吃慢 形成各种习气 那么诸见呢 就是说 有人我见 法我见 随之而来 有边见 斜见 有这个见取见 戒取见 等等 是观点上的错误 这见烦恼 那么 见烦恼呢 障碍的是我们得菩提 不得智慧 因为你梳理了错误的智慧 叫恶绝观 诸恶绝观 所以这个 诸见解决了 菩提就行生 那么 所以 见思烦恼 是我们的 要克服的 那么 这个 起信论上讲 修真如三昧 能断掉 见思烦恼 这一段呢 现在我们就 开始进入到 这一段的学习 就是说 我们有很多 诸魔外道鬼神 我们怎么对质 我们上一讲 讲了这个 有两种方便的方法 还有一个是 是正法来对质 正法来对质呢 就是说 远离诸相 入真三昧 心相济离 真相遗迹 那我们上一段 学到这 那么今天呢 我们再继续往下学 继续往下学 就是归正 那这么 入真三昧 心相济离 真相遗迹 一定 这呢 讲的是什么呢 在入定的状态 入定的状态 诸相 远离诸相 就是魔 诸魔相 邪道相 鬼神相 都要远离 远离以后呢 入真三昧 入真三昧呢 心相 心相济离 这个心相是染相 就是我们说的 烦恼障 有心相了 他就起心动念 就建立了能锁 这是烦恼障 那么心相 如果能锁去掉了 那么就证得真如 真如呢 是无相 真如是无相 所以真相 亦尽 他是这样说 起心论是这么说 就是 为什么要说是有始觉呢 因为已有本觉故 所以建立始觉 有本有始 所以始觉的建立 是根据有本觉 本觉呢 就是原来 我们就具备这种 能证得真如理的 这个质 叫本觉 本觉 那么因为 我们有了本觉 产生了不觉 因为有了不觉 我们开始 因为有了不觉 最后我们觉悟了 这种觉悟呢 在不觉之后 我们叫始觉 其实始觉呢 跟原来我们本具的本觉呢 是一回事 欧一大师举了个非常好的例子 本觉相当于水 不觉相当于冰 因为有水才有了冰 那么因为有冰呢 我们再把它化成了水 新化成的水叫始觉 那么这个始觉 就跟原来结冰那个水 是一个水 所以始觉就是本觉 所以当我们证得真如的时候 始本不二 始觉和本觉就不二 是一个 始觉即是本觉 无别崛起 起心地说 就是始本不二 那么本觉在证得真如以后呢 本觉叫至 能证真如理的叫至 所证的真如叫理 那么当本觉正得真如之后 通过始觉的恢复 我们其实就是恢复了本觉 恢复了本觉 本觉正得至之后呢 这个不再在理跟至 理跟至就合融为一起了 就刚刚我们第一句话说 无复本始之别 亦无本觉与理之分 本觉就是理 理就是本觉 没有能证的至 没有所证的理 如果有能有所 还是染心 是吧 我们说了 染心就是烦恼障 染心就是见理能所 能所就是障碍正得真如 那现在我正得真如了 我能和所没有了 所以能和所没有了 至和理就没有了 所以这里边说的是真相易近 就这个意思 这里边的真相 就是至跟理融为一体 这么一个境界 那么从这个能证的至 和所证的理融为一体 真相易近 真相易近 就是真相也没有像 不是说它没有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心相记离 心相没有了 那我不是就等于落在空里边了吗 不是 是真有正得真相 正得真相呢 确确实实真相无相 处无所得 你碰到了真相 但是呢 你什么也没得到 就没有你烦恼 那个概念里边的得到 为理念之之所正乎 那么你正得真如之后 那个时候你成的相 叫法身相 那么你这个法身相呢 它启用的对地上菩萨 形成报身佛 报身相 对地前菩萨呢 它形成的是这个 带略圣应佛 圣应身 对这个六道众生呢 形成化身 所以它三身 三身度化众生 地上菩萨用报身 这个对于这个出行菩萨 信成就的这些菩萨 这个或者说是 界内见思烦恼断掉 又没有正得真如的 又没有正得法身大事的 这些这个生文 圆觉菩萨 这些这些三圣 它用的是带略圣应身 那么对六道众生呢 它用的是化身 所以施法界三种身 那么这个我们现在讲修止 修止就是叫真如三昧 真如三昧呢 就正得法界相 法界相呢 就是正得法界相 就正得如来法身 正得如来法身 我们一种认识呢 就是如来法身跟众生身呢 是平等无二 是一相 也叫一相三昧 从所正呢是一相 从能正呢叫一行 一行呢就是能 所正叫一相 那么 那么这个 一行和一相是一对 能叫一行 正所是一相 正得这个一相三昧之后呢 那么我们有什么情况呢 我们的 心里边的状态 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这个远离诸相 什么相都没了 生活在一个无相的世界里面 入真三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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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三昧叫真三昧 其他有相的三昧叫假三昧 你可以这么理解 也可以叫做真如三昧 也可以叫真如三昧 真如三昧 从所正的叫真如 从能正的叫三昧 这是这么一回事叫真三昧 心相寄离 那我们就要解释了 远离诸相入真三昧 那么远离诸相 看来这个诸相就是心相 对吧 心相寄离留下来真相了吗 也没有 也没有 那 那为什么要建立一个真相这个概念呢 对吧 因为它相对于你心相来讲 心相没有了 那个状态叫真相 其实也没有那个真相 千万不要 随言执意 随着真相 我就要真找到一个真相 真相是什么样的 真相跟心相有什么区别 这就错了 所以它在这里告诸我们 真相意尽 你也不要执着有个真相存在 非有相 非无相 非有无相 非非有无相 就讲了真如相 所以我们容易 要不然心相没有了 它总得有点什么东西 让我们把持住 让我们能够握得住 所以这是我们心的状态 也是我们入定以后的状态 就是描述了我们在定当中的生活 定当中的状态 远离诸相 入真三昧 心相即立 真相已进 就是你什么都 什么相都没了 远离诸相 就是心相和真相都没有 那么为什么心相没有了 真相也进了呢 刚才我们说了 因为心相没有了始觉 始觉跟本觉是一回事 所以始觉就是本觉 本觉证得了真如理以后 本觉跟真如体 如如质跟如如 合为一起 合为一起 那么 从这个如如如和如如体 合为一起 叫做正德真如 那么从这个真如所在显的相 它在烦恼当中呢 叫如来藏相 在这个脱离烦恼 正德真如的这些 如来身上呢 它叫法身相 这个法身相呢 是针对这个如如能产生色法 而建立的 因为它能建立很多很多 这个 咱们说实用的 有用的 物质的 看得见摸得着的 这些 它这个如如 真如能起到这些作用 那么 那有很多很多的法 叫不依 非依非意 不可思议 诸佛之法 所以为什么管真如叫法身呢 因为它这里边有具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它能起作用 从它起作用 它能产生很多的法 从这个地方来讲呢 它可以说真如呢 现象的时候 在脱离烦恼的这个真如状态下 真如在烦恼当中叫如来藏 离开的烦恼叫法身 为什么叫法身呢 因为 它可以产生很多非依非意的诸佛之法 诸佛之法 那么 所以叫法身 同时呢 这个真如呢 这就讲的是物质层面的 可以这么讲 诸佛 物质层面的 那么同时呢 它还有精神层面 它还具备智慧 还具备光芒 还具备光芒 就这个 那么 这个光芒呢 它是一种色 是一种色法 就是法身的表现 同时光芒里边呢 带着智慧 又是智身 所以智身跟法身呢 是不二 你从它强调 它形成物质这一层面来讲的真如呢 我们说它是法身 从真如里边具备智慧 我们说它又是智身 所以智身跟法身是不二 有智身一定有法身 有法身一定有智身 一定有智身 那么 智身呢 就相当于镜子的面 亮的 能照东西 法身呢 就相当于镜子面所成的像 所以你说这个像离得开的这个面吗 离不开 所以像离不开智 这个法身离不开智身 智身呢 就是法身 所以智身跟法身 实际上是启用 启用有限两种像 通常呢 我们生活在生灭世界里边 我们接触很多法 接触很多法 所以我们更强调的是 这个法的存在性 所以我们 佛顺应我们的这种根器 就是说你争得真如之后 你成了如来 你还有个身 你这个身呢 是法身 它能形成所有的色法 那么 所以色法是法身的 这个启用 那么这个法身能变成色法 让我们看见 看见这种法身 完全是随众生根 视线 视线 众生有什么根 那就视线成什么色 视线成什么色 随众生根视线 成就无量利益 帮助我们众生 成就我们众生的 无量无边的利益 所以我们眼见色 耳门声 看到佛菩萨 这些像啊 听到佛菩萨的这些 讲经的声音呢 实际上都是 诸佛如来的法身 随着众生的根 气 根气 眼根 耳根 所形成的色和声 干嘛呢 帮助我们成就无量利益 这么理解的话 我们天天读经 看佛像啊 实际上 我们就是在跟法身打交道 所以 无一不是法身 那么只要你能通过 这片树叶觉悟 那么这个树叶 就是佛的法身 如果你能通过这滴水 这个觉悟 那这滴水呢 就是入来法身 都是随着众生的根 来成就 来实现 帮助我们成就无量利益 那么我们这段 我们上一次学到了 远离诸相 入真三昧 心相寄离 真相易近 这是讲我们在入定的状态 入定状态 那我们要走向社会 走向生活 我们不能老在这种状态下 这叫涅槃 真如离涅槃相 所以真相没有 你想说 我找一个生灭相以外的 一个涅槃相没有 这个 真相易近 真相干嘛去了 真相 我给大家说句实话 真相全都投身到生灭相当中 帮助众生觉悟 于一念情 便由十方世界 上求诸佛 下化众生 唯为众生而作利 一秒钟都没停 所以 所以它叫无助涅槃 得涅槃了 但是没住在涅槃 从涅槃又出来 出来干嘛呢 你看 下面这段话 讲这个 从于定起 从涅槃出来了 诸剑 大家注意 烦恼皆不显行 那我们还是入真三昧好啊 在三昧状态上 没有烦恼 没有斜剑 剑四烦恼都没了 这多好啊 是不是 那他说 这个不行 从于定起以后 你也别害怕 别害怕 为什么呢 诸剑烦恼皆不显行 不会再产生了 不会再有了 就像释迦牟尼佛 来到我们这个世间 你说他有诸剑烦恼吗 那你说他有剑四烦恼 没有 他表现的有剑四烦恼 那也是随着众生根 气 视线成就无量意义 你有眼睛 你容易掉眼泪 动感情 你看佛也掉眼泪 你一看到 他也掉眼泪 你才知道 这佛是伤心了 他伤心的事 你不能干 所以你觉悟了 你从错误当中回头了 受了教育 那么 诸剑烦恼 结不显行 你就放心 你正得真如三昧之后 再也不会退转 就这个意思 他从于定起 诸剑烦恼 结不显行 不会再产生了 不会再表现出来 那么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以三昧力 坏其种固 因为真如三昧的力量 把这个种子 把其坏其 其就是诸剑和烦恼的种子 坏掉了 坏掉 灭掉 灭掉 所以没有种子了 怎么起现行 就是说我们地上没有种子 怎么会发芽呢 怎么会开花呢 怎么会长大呢 怎么会结果呢 都不会了 说诸剑烦恼 皆不现行 以三昧力 坏其中枯 所以有这个剑和烦恼的这个种子 这叫无名种 有无名种 起现行 我们就看到我们这个施法界 这种状态 那么 这个种子 就是我们说的障碍 业 业种嘛 业种 这过去造的业 被莫纳时 认识过去善恶等业 令无失坏 他都给你存着 那一听起来 很受威胁 那我累生累世 干了这么多坏事 喝着都存起来 我靠什么 把这些种子去掉呢 起现论里边 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以三昧力 坏其种枯 那靠三昧力量 把这种子坏掉 书胜善品 随顺相讯 那我 逐渐烦恼没有了 是因为有三昧力 把他种子坏掉 那我从于定期 我干嘛呢 我是一种 什么样的生活 工作和学习状态呢 书胜善品 随顺相讯 书胜 书胜 书就是不一样 跟什么不一样 跟世间不一样 就是佛菩萨 善品就是善事 善行 就是说 善品就讲这一种 品就是品类 善类 各种各样类型的 善法善事 他都包括 这个善法善行 善事是输的 特殊的 跟谁特殊 特殊就是相对 是吧 那么相对于世间法来讲 相对于世间的善 他是输的 不一样的 胜要比世间法要胜 所以书胜这两个字体现了 第一个不一样 第二个比你好 比你好 所以没有书 我们认为好 世间法和初世间法是一样的 没有胜 我们觉得世间法和初世间法都一样 性质上没什么区别 所以书胜善品 那就是我们说的 成了如来以后 这是不可思一业用 你看他老说 你破何何时灭转时 向显现法身清净智固 然后这是你证得如来以后 第一个现象 证得法身以后 第二个现象 不思一业相 随众生根实现 成就无量利益 就讲这个 那么 叫书胜善品 随众生根实现 我们是随着书胜 我们是随着业力实现 他是随着众生根实现 这太书胜了 随众生根实现 众生的根气 那么 书胜善品随顺相续 书胜善品 随顺 随顺就是顺众生根实现 成就无量利益 就讲这意思 相续 相续就是不断 相续就是不断 所以 随顺呢 就是每一个众生 这每一个众生 都难西北 所以空间上没有障碍 随顺 你众生在哪 我就到哪去 我到哪去 我是跟着你 你所有的存在 随所应化而为现身 根据我应该化你 我来现身 那你要根据 所应化的众生来讲 那便不施方法界 空间就没问题 叫随顺 相续就讲的是时间 那你化我 到我这来 你化我多长时间 所以 这个多长时间呢 没多长时间 相续 我一直存在 所以你看我们说 诸佛如来 对我们的体勋和用讯 我们心是真如体有体勋 诸佛如来的是用讯 对我们众生外缘之力 外缘之力当中 有差别缘和平等缘 平等讯和差别讯 差别讯呢 就是随顺 随顺众生 你是什么样 你是男的 我就变成你的妻子 你是爸爸 我就变成你的孩子 这不就随顺 相续呢 永无间断 所以差别的 就是说 此缘有二 一进缘 速得菩提故 二远缘 九远方得故 这是不是相续啊 进了 我马上成就你 远了我也等着你 九远方得 我也一直守着你 是不是相续 所以差别缘当中 是讲了随顺相续 那么到了平等缘了 又随顺 平等缘 就是相续 相续不断 那么这个时候 他的随顺就没有差别了 是就用如来的 平等志愿 须一切众生 所以 随顺相续 讲的是空间 时间上没有断绝 讲的是针对众生的 不同个性 不同根气 时间长短 没问题 还有呢 复各二别 一入道源 而增行源 有些人爱听道理 我就给你讲道理 通过解门 把你拉进来 有些人呢 听道理不行 没有文化 没有理解力 那咱就增行源 靠行源 所以你 应该走解门的 那我就给你 走行 走入道源 应该走行源的 我就给你增行源 所以 这都是差别 这都是随顺 但是 有一点 时间上是相续的 所以 这一点 我们就知道 我们成了如来之后 我们的生活 是什么样一种生活 殊胜善品 随顺相续 那还有障碍没有 你是说 都是积极的 逐渐烦恼 也不现行了 你也讲了原因 是因为三位力 把他种子坏掉了 那我呢 要干的事呢 就殊胜善品 随顺相续 挺好 那障碍呢 一切障碍 息皆远离 一切障碍 哪些障碍 诸魔外道鬼神 我们说 这个魔 要从人上来讲 在我们身外之魔 就是六语天主 波续魔王 从我们内心上来讲 我们的谈诚之脉 爱 见思烦恼 这个思当中 烦恼当中 最第一个叫爱烦恼 所以通常叫见爱烦恼 这都是魔 这都是魔 那么 细节远离 都离开了 它这里边 大家注意 细节远离 没灭 没灭 那么它又存在 但是呢 它又远离 就是它影响不了你 这里边的意思很深 一切障碍 细节远离 全 第一 细就是全 你就放心吧 就没有一个人能提起你的事 远离 远离还是存在 远离存在 那就是我们老法师在讲经的时候经常说 包括释迦摩尼佛老法师 他们都说 这个东西一旦造成之后 因果不空 你造了恶业 想不受恶报 你是不可能的 那你前面又说坏气种 故不是种子没有了吗 其实前面说没有种 那是说 它不能起现行 它不能起现行 那它起了现行 但是它离你很远 细节远离 就是说 释迦摩尼佛 也会被提佛达多推了大石头 砸了出了血 那么这肯定是 障碍 这怎么能不是障碍呢 细节远离 没远离啊 就在释迦摩尼佛身边啊 把它脚给砸出血了 怎么是远离了呢 它没苦受 它在因果关系当中 它过去生中播种的因 恶因 它一定要受恶报 但是这个恶报 它没有感觉 这叫细节远离 并不是说恶报就不来了 来 但是远离它 障碍 它不能形成障碍 它是一件事围绕着它 但是在那个时候你成了佛 这些障碍 在凡夫的时候是真障真难 在你成了佛之后 这些事呢 不是障也不是难 远离你了 远离你了 它还在你身边 但是形成不了障碍了 没有难过 没有障碍 就是这个意思 并不是说这个事就没了 你要想没有那是不可能了 只是从你这角度来讲 它来了 你已经生活在初时间了 所以世间的苦难围绕着你 你没有 你看释迦摩尼佛 他的弟子们说 老师啊 您说您生活的世界 跟我们不是一个世界 你看这个世界有寒暑 有冷有热 有天黑有天亮 您生活的世界说没有这个 那怎么可能呢 您不是就在我们身边吗 我们就跟天天在一起 我们觉得热 你怎么能觉得不热呢 我们觉得天黑了 您怎么觉得不黑啊 释迦摩尼佛 这个时候用大脚拇指一点地 哗啦 现在周围就变成了 这是我生活的世界 你们看看吧 哇 一看它确确实实没有冷热 确确实实没有白天黑天 这就是这意思 那么白天黑天冷热是障碍 对于释迦摩尼佛来讲 细节原理 他离开了 但是从咱们角度一看 您并没离开 那是您凡夫肉眼 你看他好像在里面 对他来讲 他已经是没有形成障碍了 他在热当中 他没有热的感受 冷当中没有冷的感受 这就是细节原理 并不是说这个事没有 那释迦摩尼佛 为什么要到这来受这个罪呢 叫不思议业用 随众生跟视线 那视线 干嘛 成就无量利益 这就是佛菩萨的伟大 这就是佛菩萨存在作用 他就来了 来读啊 所以我们真得感谢人家 真得顶礼膜拜 这五体都得 粉身碎骨都难报佛恩 讲的就是这种道理 人家已经是 这个逐渐烦恼皆不现行 然后完了以后 人一天没休息 来到我们这个世界 殊胜善品 随顺相细 做善事 随顺我们 然后从来不间断 所以他个人来讲 作为真是 对我们 叫殊胜善品 随顺相细 是利他 他自利呢 他得到的这个享受 是一切障难细节原理 所以你看 他把一切障难细节原理 放在殊胜善品 随顺相细 我们没成佛的之前 我们叫自利利他 我们把自利放在前面 你自己不利 你也利不了他 成佛之后呢 利他自利 我们就强调的是自利 强调自利 那对不起 你就得把殊胜善品 随顺相细放在前面 这是讲 自利这一桩事情 一切障难细节原理 讲的是我自己的受用 把自己放在后面 所以我们会打疑问呢 你殊胜善品 随顺相细 你会不会有障难 不会了 远离了 他这里边说 没有灭掉 就是说因果是不空的 那么凡夫在因果的 这个炼条当中 因为这个因而受果报 因为这个果报 再重恶因 因为恶因再受果报 相续不断 所以叫凡夫 一切障难细节原理 一切障难细节原理 那么 其大精进 横无断绝 殊胜善品 随顺相续 这是从利益众生 这一遍来讲 他是这样 他没有障难了 一切障难都离开他了 没障难以后 他是没有障难 没有障难 细节原理的反面 那你为什么起不了大精进 你看我们说 说六度的时候 那么精进是一度 精进是一度 为什么要精进呢 或为摩邪所恼 或为事故所缠 或为病原之所逼迫 你要通过大精进 把这三件事 得去掉 那么这三件事 就是障难 那么这些障难 远离之后 就是精进 这个波罗蜜 修圆满了 所以起大精进 所以障难去掉 起大精进 是一桩是金的两面 因为精进 所以障难离开 所以大精进 是因一切障难 细节原理是果 所以他先讲果 一切障难 细节原理是果吧 为什么呢 起大精进 恒无断绝 是因为他在 修大精进 波罗蜜当中 恒无断绝 最后导致的果 就是一切障难 细节原理 那我们看 起心里面讲精进 修精进波罗蜜 你说修五门行 能成此信 对吧 第四门 就是修精进门 修精进门当中 他说了 为难非易 这种障难 可不是一种 太多了 大概说起来 或为磨邪所闹 磨就是爱烦恼 心有心磨 天有天磨 内有内磨 外有外磨 太多了 诸剑 磨邪所闹 邪就是邪道 邪教 邪剑 这邪剑当中 最大的剑 就是没有因果 这个观点 不承认因果 磨邪烦恼 然后 或为事物所禅 这也是障碍 或为病原之所逼迫 你说没事了吧 得病了 你说你没病吗 事多 你说你事也不多 身体也没病 哎呀 这磨邪来了 观点上有问题 不信佛 或者是贪爱特别重 爱卓世事 逆情从好 我们前面看了 这些东西 真是一切账难 细节远离 其大精进 恒无乱也 那么这个一切账难 细节远离 是大精进的果 大精进是因 因为这个精进 波罗蜜圆满了 我们得到的果报 就是一切账难 细节远离 那么一切账难 细节远离之后 是不是大精进就停止了 没有 其大精进 继续精进 恒无断绝 其大精进恒无断绝 就一天都不休息呗 那么 其大精进恒无断绝 前面讲的呢 殊胜善品随顺相续 是面上的事 他干的事 善品 书和胜 书而且胜 随顺而且相续 那他的内心呢 他的内呢 其大精进恒无断绝 所以内 是叫大精进 外 叫书胜善品 随顺相续 内 里边叫 大起大精进 恒无断绝 从外边来讲 叫书胜善品 随顺相续 所以 有理有外 有表有理 所以 里外 他都给你行 都给你讲清楚了 你入了真三昧之后 正得真容三昧之后 当你从定当中起来 走向社会 走向世间 走向生灭门 来到众生的身边的时候 你的外 是什么样的 殊胜善品 随顺相续 一切账难 细结原理 只干好事 只干好事 没有坏事 没有账难 内呢 其大精进 恒无断绝 所以 面跟里跟外 然后 这个因跟果 都讲得很清楚 所以给我们勾勒出 一个非常清晰的一幅图画 就从于定起之后 他在工作 生活和学习 他的生活状态 他的存在状态 就是这样状态 就是这样状态 所以 这一段 讲的就是 从定起来以后 诸佛菩萨的状态 那么 偶艺大师 我们也 把偶艺大师 针对这一段的开始 再学习一遍 此名 善修职者 不为远离摩世 这一段说明 善于会修职的人 众生 不为远离摩世 不仅仅是远离开摩世 既 既能 登发心住 他 就立刻 善修职的人 立刻就能正得 登发心住 又正得法身大事 从于定起 诸剑烦恼 皆不现行 诸剑烦恼 不现行 那可不得了 烦恼账 所知账都没了 诸剑就是所知 烦恼就是烦恼账 所知账 烦恼账 全没了 那烦恼账 所知账都没了 就是分别和执着没了 分别和执着没了 分别和执着没了 就是无明了 那破一品无明 正义分法身 就是这个境界 就发心住 入静心地 静心地就是发心住 从原教来讲 静心地 在原教上 你找 那就是发心住 在别教上来讲 叫欢喜地 藏通别远 那么统称为静心地 一个意思 在这个时候 法身大事 法身大事在别教当中 叫做欢喜地 在原教当中叫发心住 一桩事情 只是开河不同 你中国的小学是六年级 一年级 二年级 一直到六年级 美国的小学 一年级到五年级 但实际上学的 都是一桩事情 都是一个程度 开河不同 他把六年化成了五年 我们把五年变成六年 但是都是小学 这叫开河不同 内容都一样 性质都一样 正的果位都一样 那么偶一大师接着说 即能登发心住 入静心地 那么原句奢魔他 批破舍纳也 那么他通过修纸 通过修纸 你看修纸是 诸见烦恼 结补现行 以三位力坏其中枯 这是纸所带来的利益 纸完了呢 他没完 他还有惯 惯就是批破舍纳 我通过修 奢魔他是纸 我也得到了批破舍纳 为什么呢 殊胜善品 随顺相续 一切账难 细节远离 其大精进 横无断绝 这不是灌门吗 纸门就是放下了 你看放下 就逐渐烦恼 结补现行 以三位力坏其中枯 放下 然后再拿起来 殊胜善品 随顺相续 这是灌门所解决的问题 这灌门呢 咱们说 讲的就是新的生命现象 他从来不停在 新的真如里面 所以真如离生死相 离涅槃相 从涅槃相离开来 他必须得到生死相 而生死相当中 一切法不生不灭 本性涅槃 所以你看 殊胜善品 随顺相续 一切账难 细节远离 其大精进 横无断绝 这都是事儿 这些事儿 本性不生 自性涅槃 所以他不住在事儿上 但是他不住在事儿上 是不是住在礼上 住在涅槃礼上 弄 他也不住在涅槃礼上 不住在涅槃礼上 他不住涅槃 他也不住生死 就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他来到生死这一边 殊胜善品 随顺相续 一切账难 细节远离 其大精进 横无断绝 为什么 为了成就众生无量利益 所以来到生死界 虽然他来到生死界 实现出这么多善法 这些法确确实实 不生不灭 自性涅槃 那我们众生的恶法 还叫殊胜善品 我们叫做恶劣 恶劣 恶品 低略恶品 是不是也是不生不灭 自性涅槃 是的 一切法截然 所以都是一个真相 都是真如相 所以无名和无漏 结同真相 如种种瓦器 结同土相 各种各样土做的瓦 有房上瓦 有我们家里的瓦钢 种种瓦器 结同土相 是不是都是土做的事 那就是这意思 所以这一段 讲的就是 原句舍摸他 批波舍那 止观就原句了 通过修纸达到了止观原句 这是善修纸者 会修的人 集纸之观 这个观 集观之志 你这个纸是建立在观的基础上的纸 没有一个充分的观 你是得不到这么好的纸的 会修纸的人 得到了一个在观者指导下的纸 换句话说 他得到的纸也得到了观 圆具 圆满的具有 善修纸 那不善修的呢 不善修的修纸 修到最后 齐修纸说 心沉默了 不起大悲 不修善行 这就是不善修纸 修着修着变成这样一种东西 沉默下去 什么都不干了 我们看到很多的学佛的人 我这经常在朋友当中啊 远离大悲 心而沉默 就变成这样了 所以 为什么我们要清净经典 为什么我们要阅读经典 就是要从经典当中看 反观自己的心形 反观自己的所作所为 我到底是错了还是对 那这是读经的第一第一的目的 不是为了读而读 是通过读来给自己开光 让自己明白 我的所作所为 到底是对还是错 所以 我们今天看到 这一段文字 从于定起 诸见烦恼 结补现行 以三魅力 坏其种故 等等等等 就是讲的那些 原具舍摩他 和批驳舍那观的这些菩萨们 法身大师们 他们的状态 等你成了法身大师 你就是这样 那么我们好了 把这段文字留着 等着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见佛菩萨 信心成就 永离恶去 观佛法身 见词修行 得入正位 正位就是入静心地 那个时候我们再翻过头来 我们再看起心的这种 哦 是 我今天是这样了 我从定起 到十方世界 普化众生 到十方世界 普化众生 有很多静缘出现 善静 恶静 顺静 逆静 善缘 恶缘 皆不现行 这些里边讲的不是光 负面 恶缘和逆静 也有善缘 也有顺静 人有对你好 那是善缘 环境有顺利的 当了国王了 这个大富长者有钱了 他这逐渐烦恼都不起来 顺利 善恶 他都不起现行 为什么 三魅力坏气中共 三魅力坏气中共 那么我们知道这一点 我们把它存在这 等有一天你成了法身大师 你回过头来看 你是不是这样 你要不是这样 对不起 你别闭关了 你还得接着修 你没成佛 你这发心没发出来 没发对 若欲恶缘 或是退堕 二乘地固 如果遇到恶人了 你就像那个 这个舍利弗 这个齐眼 婆罗门 把他的眼给踩掉 然后他一下 堕入到恶趣当中 回到五去 那么就是这样 所以 你那三魅力 那肿都没坏掉 肿都没坏掉 所以我们再往下看 你看 有这么大的利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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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了我们 怎么 来离开 这个账难 我们到那时候 书生善品 随顺相许 一切账难 西间远离 其大精进 恨无端竭 哎呦 我们真是嚮往 太嚮往 这种生活太嚮往 看了就激动 跃跃欲识 欣欣向荣 恨不得 就马上变成这种状态 等等 这种状态不好得 下面说 下面这一段 就劝修了 你觉得好是吧 不错 对不对 我劝你要修行 他说了 若不修此三魅行者 无有得入如来种兴 这一盆凉水就给你浇下来了 如果你不修三魅 此 若不修此三魅行者 如果不修着真如三魅 无有得入如来种兴 你不可能入如来种 你建立了如来种 有种必成因 祝佛种姓 这可了不得 所以你只有修了此三魅 你才能把什么呢 把业种 给去掉 然后得到如来种 无有得入如来种兴 无有如来种兴 你没有入如来 没有如来的种兴 所以没有如来种兴 那你就是什么种啊 你看我们说 佛有一切种之 那你就是六道 你就使法界众生种兴呗 你只有通过这个三魅 所以你才能够入得如来种兴 这就是老法师 为什么 劝我们念佛 念佛就是修念佛三魅 通过修念佛三魅 我们能够入如来种兴 进入到如来种兴 就是道理 所以他就告诉我们 你这个前面很好 一切账乃细节原理 其大精进 恒无断绝 这些东西都是通过修三魅得到的 如果不修这个三魅 像前面这个受用 你得不到 无有得入如来种兴 为什么呀 我一定要修这个真如三魅 我一定要修纸 通过修纸 我得到如来种兴 我获得了这么样大的利益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三魅 或者其他的方法 我能够也得到这样的情况呢 也得到这样的受用呢 也能达到这种境界呢 诸见烦恼 结不现行 以三魅力坏其种物 我能不能行啊 他说不行 为什么 以余三魅结实有相 因为其他除了真如三魅 以外的三魅 结实有相 都是着相 换句话 都是在镜子面上打转转 没有回到镜子体 与外道共 外道就是这样 着相 外道就是着相 那所以 那你就放心吧 那你就踏踏实实呗 那就是说 那我有一种三魅 而且只有一种三魅 叫真如三魅 你能修德 进入如来种姓 你能正德如来法身 你能成灯发心柱 入静心地 那么这个三魅 叫真如三魅 其他的三魅 你就别再想了 其他的三魅 都是有相的 你看我们前面讲的 什么呼吸啊 地水火风啊 见闻觉知啊 这都是有相 大家注意 只要有相 就进入到生灭门 进入到生灭门 就从镜子体脱离开 就着相 那么释迦摩尼佛来到这世界上 不是也成相吗 他不是也得 有见闻觉知吗 他不是也得生活在 这个生活在地水火风的 这个物质世界里边吗 怎么他 他怎么就 他不是有相吗 没相他能存在吗 他是无相不相之实相 他生活在一个 没有相 也没有不相的实相当中 从他没有相来讲 就是不是我们生灭门当中的 生死相 从他的无不相 就是说他也不住在涅槃 他是要成相的 有相无相 不为自己 完全随众生 你说他是有相吧 他在涅槃状态 你说他在涅槃状态吧 他已经来到生死这一遍 所以他无相 不相 这个字 无相 无不相 他确实无相 从他镜子体上来讲 从他所成的相来度化众生 无不相 就是随顺相续 横顺众生 成相 所以他成相也罢 不成相也罢 他是实相 那实相当中没有说绝对落在不成相的涅槃这一遍 也没有说落在生死的成相的这一遍 所以真如离生死和涅槃相 离涅槃相 所以无不相 离生死相 所以无相 生死是有相吗 所以 那么就说 以余三昧皆是有相 这个有相是真是有 这个其他的三昧所形成的相是染相 那不是跟佛菩萨说的 那个无相 无不相的这个实相 大家在这里一定要记住 你看 那余三昧也是有相 那释迦摩尼佛不是也现相吗 他也得有色相啊 他有色身啊 他得说话呀 那这不都是有相吗 他这个有相是随众生根 视线 你有眼睛我视线生色 你有耳朵我视线生生 干嘛呢 成就无量利益 他是为了度化众生 为了度化众生 那么以余三昧皆是有相 与外道共 跟外道是一样 是一回事 是佛 我们上一次讲 讲了什么是外道的定义 在佛法之外 利道叫外道 与外道共 外道全是修有相三昧 外道全是修有相三昧 那么这个结果 以余三昧就讲了 为什么修这个三昧 能够 如果不修这个三昧 你就进入不到如来种性 他也解释这个原因 因为其他的三昧都是有相的 都是着相的 与外道共 跟外道是一样的 结果 结果 不得直于佛菩萨固 你碰不到佛跟菩萨 你碰到都是外道 那么 与外道共 不得直于佛菩萨固 这是讲人 佛菩萨 人 外道也是人 换句话说 你没有跟诸佛菩萨 这些诸上善人在一起 没有亲自得到他们的 世教利息 是开始教 是展示 开始教育 跟你讲 你修行佛法 今天虽然很困难 但是你要坚持 你会得到利益 给你展现未来 尽管你今天的修行 好像看来得不到利益 但是将来是会有利益的 我要把将来的利益 给你讲清楚 所以你要碰到诸佛菩萨的时候 他会从四种方式来帮助你 第一是试 第二是就是身 身伦 展示 给你看西方极乐世界 教给你教育你 教法 给你讲道理 利益 鼓励你 这是利益的利益 让你告诉你 你修佛法 代代多大利益 习当你有了成绩 他鼓励你 随起你真好啊 真棒啊 见人 扬人善及时善 人之之欲思绵 当你修了有善的时候 有成绩的时候 他就鼓励你 赞叹你 人是需要鼓励的 一鼓作气 就这意思 所以 那你要碰不到诸佛菩萨 那就没人在你身边 真正的为了利益你 来用四种方法来 来帮助你 就是世交利息 那不得之欲 诸佛菩萨 那 你就遇不到了 那么 遇不到了 那你就说 没有善缘 这人 人是环境是缘嘛 因缘嘛 人缘嘛 人缘就不行了 能亲人无限好 得日进过日少 不亲人无险害 小人尽百事坏 你要不修这种三昧 你就是有相三昧 有相三昧 你身边的人都是白道 那 那 人者的菩萨和佛 你就碰不到了 碰不到了 那你的问题就大了 就这意思 所以弟子归上 其实讲的就是这一桩事情 所以我们要修这个三昧 为了得到 诸佛菩萨的世交利息 只有通过他们的世交利息 另修圣行 入于正位 你看我们在齐心当中 你碰到诸佛菩萨 那个修那行叫圣行 最好的行 你看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见佛法身 见次修行 听闻说法 见佛法身 见次修行 得入正位 那不是一般的 见到佛菩萨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修的是圣行 就成就太快了 太殊胜了 老师好 同学好 老师是佛 同学是菩萨 他就讲了你人世环境 你要不修这种三昧 你就得不到佛菩萨 这种人世环境 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何去何从 我们这就清楚了 就得修这个三昧 放弃所有相 然后碰到诸佛菩萨 另修圣行 诸佛种姓 圣衣相应 事故 所以菩萨与此三昧 当勤修习 令成就究竟 所以菩萨对于这种三昧 就真如三昧 当勤修习 应当勤勉的 勤力自己 鞭策自己 认真修习 令成就究竟 这句话 很有意思 第一 要修 修的目标 究竟 圆满 要彻底的把它修出来 成就究竟 成就是动词 令成就究竟 让它的成就 是一种究竟的成就 圆满的成就 别弄得斑斑拉拉的 不要有加打 令成就究竟 所以菩萨 为什么要修指门 原因就在此地 若不修行此三昧行者 无有得入如来种性 你不修这种三昧 你就成不了如来 所以菩萨下一阶段 就是要成如来 下一阶段成如来 你就得修真如三昧 修真如三昧 你应该怎么个修 他就前面这一段 讲的特别好 就第一个 你为什么要修真如三昧 你不修真如三昧 会怎么着 那么不得之于佛菩萨 所以你要修 修应该怎么修呢 当勤修习令成就终于 你看诸位看看 简简端端这四十个字不到 那我大概算了 又四十个字 五六十个字吧 这么一段 开始 你看看 多精简 一个废字都没有 所以告诉你 你不修这个三昧的害处是什么 告诉你 你要修这个三昧 应该怎么修 你还不能吊铃铃铛的 当其修习令成就终于 是这意思的 那么 偶遗大师这段列宝书 针对这一段的开示呢 主要是讲的这个 禅宗的 这个 修行 修纸的这个 理论上的东西特多 所以这一篇很大 很多 概念设计的很多 我们就不再一一的 这个 给大家读了 大家如果有兴趣 想看 可以继续再次看 再次看 我就前面这一段 我讲的是 我自己看完这个 其心的这一遍而体会 所以当勤修习 令成就究竟 再往下 明义 就是你修着职 我得的利益是什么 对吧 你看他说 你看他说 第一个 你在定当中什么样 你 你这个 修成了 是什么样 然后你要怎么情况下 你就修不成 对不对 劝你修 劝你修 告诉你 你不修这个 你就不成 而修还要怎么修 再往下呢 那我现在开始修 您说的这都是 修成了以后的事 远离诸相 入真三昧 心相 记忆 真相 这是多元的一个事 三大阿僧 奇节 哎哟 我那个时候 从于定起 逐渐烦恼 皆不现行 而且修着三昧 还得当勤修习 令成就究竟 不修着三昧 就入不了如来种姓 这还有情绪 一看这么难 时间又长 又得勤苦 然后这就是修成了果地上的境界 对吧 不修又不行 修又要那么个修法 当勤修习 我是不是就退缩了 我是不是就没信心了 我是不是就没干劲了 有可能 有可能 那么我想 那这样的话 那得多长时间以后 我才能得到利益啊 我多长时间 我才能得到受用啊 这算了吧 这是好 是不错 是挺好 但是这太难了 太难了 又诸摸外道 鬼神祸乱 然后 还要这么长的时间 还有这么多障碍 这个东西 好事好 太远了 能不能有眼前的利益 能不能我修了 我就能够 得点帮助 得点好处 佛陀说等等 不是光如此 这是给你一个远景规划 你修成了以后什么呀 你怎么给它修成 这都是讲的很远 远远 久远方得古 近远呢 你放心 佛菩萨 一定 近远 也有 十种利益 下面就讲 你如果现在修 在阴地时修 你得到的利益是什么 在阴地时修 我现在现前修 我能不能得到利益 众生 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 只看眼前利益 太长远的利益 就算了 太长远的利益 太长太远的事 不行 你要说现前 我这点能得利益 那我还愿意干 太远的事算了 就怎么样了 所以明义 明义 这个义 可是现前的利益 他就讲了 侯一大师给他归类的明义 就是你现在修 你能得什么利益 那么我们现在能得什么义呢 修真容三昧 马明菩萨说 分成十个方面 十种利益 这十种利益 分别是什么呢 我们把这段文字读一遍 修此三昧 现身即得十种利益 一者 常为十方诸佛菩萨之所护念 二者 不为一切诸魔恶鬼之所恼乱 三者 不为一切邪道所获 四者 定诽谤身法 重罪业障 皆袭微薄 五者 灭一切疑诸恶绝观 六者 于如来境界 信得增长 七者 远离忧悔 于生死中 勇猛不阙 八者 远离娇慢 柔和忍辱 常为一切世间所静 九者 舍不注定 于一切时 一切静中 烦恼肿薄 终不陷起 实者 若助于定 不为一切因生等缘之所动乱 这就是十种 你现在修真如三昧 那我在这词要插一句 修念佛三昧 有这十种利益吗 当然 念佛三昧是三昧中亡 念佛三昧就是真如三昧 而且是真如三昧当中的上上等三昧 所以聪明人 修念佛三昧就是修真如三昧 而且念佛真如三昧包含一切三昧 以真如是一切三昧根本出口 对不对 那么念佛三昧是真如三昧当中的核心 所以念佛三昧能得一切三昧 那么 我们看到这十种利益的时候 我们可以套用念佛三昧 也能得到这十种利益 也能得到十种利益 我们靠自立 修旨 修真如三昧 尚且能得到这十种利益 我们修二立法门 自他两种力量结合在一起 怎么能得不到这十种利益呢 我们是以阴地心求果地诀 应该国海 在阴地当中 该是包括 就已经包括果地上 所有像海洋一样的 无边无量的工作 无边无量的利益 这十种利益还何在话下呢 应该国海 果彻因缘 我们在阴地 我们念佛 这一句佛号 应该国海 包括整个佛果地上 像海洋一样的 无量功德 无量智慧 那是不是我在阴地就成佛了 是的 一念相应 一念佛 你跟佛相应 佛的功德 你不相应吗 所以应该国海 那你 这一念相应 你一念是佛 佛的利益 可比这十个利益 打太多了 佛的利益 可比这利益 打太多了 海呀 应该国海 你这才十个 屈指可数 海你数得过来吗 无量无边海功德 所以果彻因缘 那我们在阴地念佛的时候 我们这颗阴地的心 就包括所有果地上 佛果地上的功德海 果彻因缘 我们一念佛在阴地上 立刻我们这颗阴地的心 就达到了果地 果彻因缘 果彻就通 通因 那我一念佛 我这因就跟着果就相通了 那就相当于 我在北京 我一坐直达车 我中间不停 我就到了南京了 我上车 我虽然还在北京人 但是我不中途停 我停就是南京 那是不是果彻因缘 果就是南京的 南京的站 是不是就通到了 我北京的阴地了 出发地叫缘 果彻因缘 应该国海 那我要是说 只有直通车 我在北京上了车 我中间不停的话 我虽然在北京这个阴地上 是不是已经包括了南京这个果 是的 所以果彻因缘 一定应该果海 应该果海 一定是果彻因缘 这一句佛号 就这么大的功德 这句佛号叫直通车 直达车 剩下的声闻原觉菩萨 全教菩萨 藏通别 那都是不行 那都是中途要停 因不该果 果海 为什么呢 你这车到石杰庄 你这也是包括石杰庄 石杰庄不在佛的果海里面 不在南京 不是南京啊 所以净土法门 他的殊胜就在此 应该果海 果彻因缘 所以 这十种利益 我们就字面上来讲 给大家解释解释 我们一起学习 修此三昧 现身 现身就现代 你还别 你别失望 说那修令成就究竟 三大阿僧奇结 你看那奇心论说 为了防止我们傲慢 认为一念即可成佛 为克服这种 大慢 种见尔 大慢 种见尔 他说 绝对 结经三无量节 成就 无超过法 绝对 结经 七节 经三大阿僧奇结 你这一听这 谁还学 他所以 佛度化中 是真难 既有现前利益 又是有长远的目标 既要给你设定 长远目标 还要给你现实的利益 所以诸佛菩萨 非常知道我们的心情 先以欲勾迁 后令入佛制 这是一定有利益的 没有利益 不叫佛法 所以佛法成就众生 叫西谈 西谈是凡文 叫成就 四种成就 世界西谈 就是用世间法 让众生生欢喜心 你看这个十个利益 就是让你生欢喜心 这个众生强调利益 强调好处 他说现身即得十种利益 现身 身什么 叶宝身 要说到究竟处 这是生灭的事 佛菩萨都已经到了真如门了 从生灭门 都已经正得如来果地了 他还 他帮我们 他不管这个 我们一定要告诉众生 你现在这个身 你就能得到利益 他不给你行人上学 他不给你唱高调 说你这身是业报身 你是业障身 你这身是过去 累生累世 所造的恶业所见的 他不批评你 他先让你这个身 得到利益 真伟大 真慈悲 让人觉得 这些人真是 让人觉得特别的 令人景仰 他从来不批评你 就是一心一意帮助你 四西谈 四种成就 这讲的就是 世界西谈 你看 现身 即得十种利益 这现身 就是世界 十种利益 就是生死门当中所讨论的 众生 现前的利益 这种利益 究竟吗 不究竟 佛法上阴舍 这利益法 世间的利益 应该取吗 不应 他不唱高调 他不搞极左 他完全是根据众生接受的程度 慢慢来 那么 现身 即得十种利益 你看这些话 现身 现 过去未来 现在是时间 时间本来就是假的 佛法在这里 不给你唱那种理论 不跟你说那种 你现在不能理解的这种事情 现身 即得 立刻 就能得到 十种利益 一看 眼睛都亮 眼睛正圆了 乃十种利益 一者 常为十方诸佛菩萨之所互念 常 永远不间断 违 背 十方诸佛菩萨 这还了得 一尊佛菩萨就不得了啊 十方诸 诸就众多的意思 佛 还有菩萨 观音 世智 门书 这是菩萨 毕鲁舍那 阿弥陀佛 这都是佛 药师佛 你要修这种三位 现身 就现在 你还别说你看不到佛菩萨 你也看不到佛 你别招这个急 常为 十方诸佛菩萨 之所互念 你就被十方诸佛菩萨 十方有多少佛菩萨 无量无边 之所互念 他干嘛呀 十方诸佛菩萨 我一修真如三位 我一修念佛三位 他能怎么着我 互念你 什么叫互念 我们查字典 互念 互念的意思 内 这个 内恶不生 外恶不勤 叫互念 这不得了 内心的恶法 贪嗔痴慢 见思烦恼 啊 内 是思烦恼 啊 见思烦恼 沉沙烦恼 无名烦恼 这都是内 内恶不生 外恶不勤 诸摸外道 鬼神 祸乱不了你 我们现在是在因地啊 是在六道啊 是人道啊 人道它有人我的观点啊 我跟你说 人无我 应该破二种箭 人我箭 法我箭 说可以 认识 我也能认识到 但是你让我说 我就已经正得这种境界不行 正得不了这种境界得了 那咱们还是说有诸佛菩萨 那你得到一个具体形象 我是一个修真如三昧的凡夫 在我的身边有一个人 他叫佛菩萨 跟我一样 干嘛呢 在护士我 十方诸佛菩萨 正得佛菩萨之后 十方法界 就是一佛身 诸佛如来是法界身 那哪有十方啊 因为众生 你现在在修真如三昧的时候 你还没有正得过 你在因地的时候 你还有方位的概念 那既然这样 那就别含糊了 十方吧 其实十方诸佛菩萨 是因为你有分别执着 你把他分成东南西北 诸佛如来 从来就没离开过你 不去不来 知所护念 被他护念 所以常为十方诸佛菩萨 诸所护念 这个常 是不是大家要看 就是时间上 就永远 你只要修这种三昧 你什么时候修 他什么时候在你身边 护念你 从时间上 没有黑天白夜 没有白天黑夜 没有上午下午 你只要修 他就来 常为嘛 十方空间 所以从空间 从时间上 你都能得到十方 诸佛菩萨的 护念 这个 放在第一个利益上 这个利益 是什么个利益 这了得吗 这么多诸佛菩萨 护念你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一对父母护念你 就能把你长大成人 父母还是凡夫 福德 智慧都不够 尚且能把你养大 雇你上大学 好的还能给你买房子 娶媳妇结婚 这也算护念 但是他这个护念 内恶不生 外恶不倾 他做不到 你说我有爸爸妈妈照顾我 我内心的谈尘之慢 不生起来了 不会 外恶不倾 诸摸外道鬼神 不干扰我 那不行 那也做不到 他能做到太有限了 那么诸佛菩萨的护念 可跟爸爸妈妈的护念不一样 所以爸爸妈妈的护念 我们尚且都如此 得如此大的利益 你想诸佛菩萨要护念我们 得多少利益 我没觉得有什么利益 我这念了佛了 我也没觉得有诸佛菩萨 我也没有觉得长 我也没觉得十方 我没觉得空间和时间 他都在我身边 所以 印光大使 在文朝当中跟我们说 诸佛菩萨跟众生的关系四种 显感 明 明硬 明感 明硬 显跟明 感和硬四种 有些时候你是敏感 我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他是明 明就是不显 在英里 也有显感显应 念念佛看见佛 也有显感明硬 你念佛你看不到他 他也没让你看见 他为什么不让我看见 随众生根实现成就无量利益 然后我说随我的眼根 神就完 佛菩萨之所以不实现 他完全是利益 他知道我实现了对你的利益 不如不实现大 我们自己不了解自己 你看我们经常 这个说 说这个 会说这种话 哎呀 我要不是来到这家单位 我今天怎么会得到这样的利益 这咱们说实话 说不好听 叫撞大运了 你撞上了 那十年之后 在这个公司得到提拔 分了房子 挣了钱了 我当时要不来 你想起一身后怕 我当时就差点没来成了 被其他公司就被招去了 亏了什么什么什么 我今天这样这样 我们看不到未来 我们不知道今天做这个事情 对未来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这是我们 诸佛菩萨没这个 过去未来现在全在眼前 他今天这样做 对你 你放心 一定对你的现在负责 对你的将来负责 他不能随你现在的习气 说你想着怎么着 我就怎么着 因为他能看到 我今天要按你这个方法 来对待你 那日后 多少年之后 我会害了你 我不能干这个事 我不能随随你的习气 诸佛菩萨随众生怨 不随众生欲 这个怨和欲啊 你要从事上来讲 好像都是想法 都是要求 是吧 你怨也是一种要求 怨生西方净土中 那不就是想吗 这不是要求吗 怨娶个媳妇如天仙 这也是怨呢 这有什么区别 很多同学跟我讨论这个问题 佛让发怨 净土法门 信愿行三 这个怨不就是欲望吗 这边又说要克服贪臣痴 贪就贪欲嘛 贪欲跟欲望有什么区别呢 我给大家举了个例子 可能能说明这个问题 我说这个圆呢 通过这圆点呢 你找到一个半径 然后按照这个圆点呢 画了一个这么大半径的圆 形成了圆周 圆周上有很多点 圆周上有很多点 那么这个点上 就有坐标 笛卡尔坐标系XY 那么如果从这个圆周上的某一点 向外扩展 离开圆心 想让这个圆逐步扩大 想往外走 这叫欲 因为它背性 背离圆点 那这叫欲 这叫烦恼 如果同样这一点 它想回到圆心 它位置还是这一点 XY坐标都没变 但是它的方向是想圆点走 这叫圆 因为它称性 所以这一点不要紧 今天是繁复 我肯定是有欲望 如果这欲望是背离这个圆点 是背离真如 叫背性 叫不称性 那佛门当中管它叫欲望 因为这个贪欲 给你带来的是生死 带来的是灾难 是负面的 如果你同样有这种欲望的本性 有这种能力 而你这种欲望用在了正道上 向着圆心 皈依佛法 求证真如 那您这不是欲 因为它能够带来很大的利益 那你叫发愿 那么我们今天 也是希望得到利益 这不是欲望吗 是欲望 但是你这个欲望全都是称性的 全都是指向圆点的 所以是好的欲望 好的欲望 我们给这个名词叫愿 善愿 坏的欲望叫恶欲 这贪欲 给我们带来无量无边的痛苦和损害 善愿 那么诸佛菩萨 在你这个X坐标这一点上 如果你要是背离这个圆点 他不成就你 但是他 不成就你 他在旁边守望着 你什么时候发了个愿 他要回到圆点 他立刻就来 所以有远远有近远 诸佛菩萨跟我们在一起 当你要向外走的时候 他也不拦着你 你走吧 你走你去受苦 受苦完了受了教育 你就回头了 我不能拦着你 因为你往外走也在受教育 也是为了 以后回头做准备 我干嘛拦着你呢 那我就是远远吧 久远方得固 我等着你 从五厘米的圆 到了十厘米的圆 到了二十厘米的圆 走到那儿苦了 想回头了 佛菩萨来了 走吧 因为佛菩萨知道 一切法涅槃没有远近 你走到二十厘米 实际上你也没离开远远 你认为你是从十厘米 走到二十厘米 那是因为你有妄想分别 一切法皆由妄念而有差别 若离妄念则无境界差别 这境界不就十厘米二十厘米吗 这叫境界 没这种差别 诸佛菩萨他离了妄念 他看你从十厘米的圆周 走到了二十厘米的圆周 好像烦恼越来越重 堕落得越来越深 他没怎么看 因为他没有妄念 所以他是平等的 同时你一想回头 随众生跟事先成就 无量利益 叫不思议业用发挥了 随众生跟 你得想好啊 你得想觉悟啊 你得想离苦得乐 我才能加持你啊 你是一了 我这一百乘上去才是一百 您是零我又乘一千他也是零 随众生跟 所以你必须得发愿 你有这种愿望 佛称性他成就你的愿 就这道理 所以我们想 这个愿跟这个欲 就是这么一个区别 愿称性 想好 这个欲是想坏 佛菩萨成就人家好事 不成就人家坏事 所以当你修真容三昧 什么意思 那不就是要成佛吗 那成佛呢 十方诸佛菩萨还不加持你吗 这太乘性了你这个 正中正啊 那这些人能不帮你吗 所以肯定会帮你 所以常为十方诸佛菩萨之所互念 这些互念当中 内恶不生 外恶不亲 不是说我念佛 工资就从一万就怎么着 涨到一万了 车子就摇到号了 不不不 不是这个 诸佛菩萨对我们的加持和互念 不是这样 是你的恶不让来 你的善要发挥出来 那么 所以我们修此三昧 现身 吉得十种利益 就讲了立刻 所以我们这些凡夫一听这个 我们因为只看眼前嘛 我们看不到未来 我们也不知道过去 我们没有他心通 我们也没有宿命通 我们也没有天眼通 我们也没有天耳通 我们五通 别说五通 一通都不通 之所互念 这个互念 可不是一般的互念 第一从人上来讲 多诸佛菩萨 从时间上来讲 长 从地理位置上来讲 释放 你还要怎么样吧 念佛三昧也是这样 你看佛说阿弥陀经当中 一切诸佛如来之所互念 反复地说 那么念佛 简单 修真如三昧 不容易 我们看到了 讲了这一段纸之后 我们警醒了 我们觉悟了 就像我们近空老法人说的 不怕不识祸 就怕祸比祸 按照提议论里边 这个真如三昧 和我们现在眼前讲的 这个净土宗 净土法门的念佛三昧 你比比吧 哪个更方便 哪个更容易 哪个更简单 哪个效果更殊胜 果报更殊胜 所以我们修净土宗的人 看到起心论以后 不走完我 心定 不不 这可干不了 这不是闹着玩的 十节修十信 这等到什么时候啊 十千节 不是十节 我说错了 十千节修十信 就讲这细魅菩萨不容易修啊 这还是有节啊 叫节 到了这三大阿僧七节 那就连十千这个数量都没了 三大阿僧七 就无量节 三个无量节 你就一个无量节还不够 他还可以弄三个无量节 就让你死了这份心 让你老老实实的依净土 你方知净土的宝贵 你才知道 诸佛菩萨特别设这个法门有多慈悲 佛多的话真是寻求无欺啊 寻出无欺 你什么时候能处理生死 所以十种利益当中 常为十方诸佛菩萨之所互念 这是最利益当中最大的利益 他第一条先说 你记性不好 说了十个到第八个你忘了 我上来看门见善先跟你说 你还对那种 对我们来讲 一看到这个这太震撼了 十方诸佛菩萨 常为十方诸佛菩萨之所互念 没有一尊佛蜡像 念佛法门亦复如是 所以不念佛的人 非吃即狂 不是傻的就是狂者 就是咱们说就是二 就是二百五 就是疯的 我们在这个世间 求别人护念我们 太难了 现在没有利益谁干呢 你花钱你都找不到 你说我得爱症 你说我花钱 你说我有权力 我在高位上 你说我有科学技术知识 能救你吗 能护念你吗 护念不了 诸佛菩萨 你一修真如三昧 一念佛 他就来护念你 一分钱不花 当然是利益 比你这个 得病给你治好病的利益 那出时间利益 你说差多少 这么便宜的事不干 这么为了你的事不做 偏要还要做那种 自私自利 贪嗔痴慢的事情 拿时间干这个 不拿时间念佛 不拿时间修真如三昧 所以佛说 可怜民者呀 迷惑颠倒 真是这样 第二条 这个说了 常为十方诸佛 菩萨之所 忽念是最大利益 他放在第一条 第二条利益 这是讲积极的 正能量 帮助你的 利益你的 是什么呀 对我好的是什么呀 第二条告诉你 那些不好的 障碍你的 原来你在修真如三昧 当你没有修真如三昧之前 你没有开始修纸门之前的时候 你会有很多账难 摩邪之所 这个摩邪 事物之所 病原之所逼迫 事物之所纠缠 摩邪之所脑乱 你有这个 那你这一修了真如三昧呢 负面的那些影响 怎么样呢 修真如三昧 管不管呢 能不能改变呢 能不能有所改观 二者 不畏一切 大家注意这一切 诸摩 摩就是我们的心摩 爱摩 贪嗔痴慢 外有外摩 恶鬼 不是好鬼啊 恶鬼啊 专门是害人的鬼啊 之所脑乱 伤害我们 脑乱就伤害 不畏 不畏一切 诸摩 恶鬼之所脑乱 我们说 我们在这个世间 会受到三种障碍 对吧 诸摩 外道 鬼神 之所 祸乱 那这讲的是前两个 恶 魔 诸摩 恶鬼 那 邪道呢 接下来他下面 第三个讲邪道 就是受到坏的教育 坏人跟你说法 邪师跟你说法 这叫邪道 他先把这两桩事情 诸摩 跟恶鬼 放在一起 诸摩 恶鬼 恶乱你 啊 恶乱 怎么样呢 不畏一切诸摩 恶鬼之所 恶乱 他影响不了你 那 为什么 诸佛菩萨之所 忽念 内恶不生 内有内摩 内鬼 外有 外摩 外鬼 忽念你 内恶不生 外恶不勤 那这是必然的 实际上 实际上 大家说 这十项利益当中 总项是第一个 常为 十方诸佛 菩萨之所 互念 后边九个利益 就是这一个利益的落实 就是这个一个利益 总项利益 诸佛 菩萨 诸所 互念的 分析 和解剖 十方诸佛 菩萨 之所 互念 落实在哪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 不为一切 诸摩恶鬼之所 恼乱 你以为 这个 诸摩恶鬼之所 恼乱 它不来了 不影响你了 不恼乱你了 为什么呀 你一修 真如三昧 真如三昧 叫佛三昧 所有佛菩萨的体 都是真如 你跟它体相应 你这有感 它这有应 那当然是 那它能不护念你吗 它护念你 诸摩恶鬼 能尽得了身吗 能过得来吗 不行 过不来 为什么 真如甚深妙用 非众生 吸一时 能所思量 你就别琢磨了 齐齐论说了 这个 如来在我们面前 做的这些事情 完全是第一异地 没有世间境界作用 那不是我们世间 所能联系到 所能想通的 所以 我的理解 这九个利益 就是这一个 十方诸佛菩萨 之所互念 总利益的 具体体现 这个第一个体现 就是 不畏一切 诸摩恶鬼之所 恼乱 因为什么 因为有常为 十方诸佛菩萨 之所互念 他没有打盹的时候 他没有休息的时候 那 谁 他能尽得了 这诸摩恶鬼 能给你恼乱吗 恼乱不了 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诸摩恶鬼 恼乱我们 这种现象 被制止住 我们认为 好像是我们念佛的 这个 佛号的力量 我一看 我一念佛 我身体就好了 我一念佛 原来障碍我的人 就去 就离开我了 哎呀 真好 你觉得是你念佛的力量 不是 十方诸佛菩萨 之所互念 你看 我老说这个 佛说阿弥陀经 这句话 我们忽略了 十方诸佛菩萨 所互念经 佛说阿弥陀经 那 你授持这部经 你读诵这部经 你按照这部经 来信愿行 来念佛 他怎么能不护持你呢 他护持你 那诸佛恶鬼 能挠乱你吗 自然而然的 一点都不奇怪 这说太神了 我这一修真如三昧 我一念佛 一切诸佛恶鬼 之所挠乱都去掉了 不为 不会受到 原因在此题 第二 第三 不为一切邪道所获 邪道就是说教 我们不说三种吗 诸佛恶鬼 诸佛 邪道 恶鬼 之所能 那他把这个 三种障碍我们的 诸佛和恶鬼放在一起 这是我们的 私烦恼 同时 第三个是我们的 见烦恼 不为一切邪道所获 邪道就是邪见 邪教 邪师说法如恒河沙 就这意思 是见烦恼 所以 私烦恼 恼乱不了我们 见烦恼呢 不为一切邪道 就是邪见 就是我们现在 自己本身所存在的邪见 和我们身外 在向我们宣传的这些邪见 所获 不为 祸害不了你 对啊 见死烦恼都不起来了吧 那 不是说你没有诸佛恶鬼 是有诸佛恶鬼 他恼乱不了你了 不是说没有邪道所迷惑你 是他祸乱不了你了 他还存在 我们证得 真如三昧的时候 我们成就真如三昧的时候 是什么 一切障难 细节原理 以三昧力坏其种故 今天没有 三昧力还没把它种坏掉 你刚刚修 一切障难细节原理 一切障难没有原理 还在缠绕着你 那么你要成就究竟了 一切障难细节原理 诸剑烦恼 结不现行 诸剑就是邪道 这个烦恼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魔鬼 诸剑烦恶鬼 那么诸剑烦恼 结不现行 你三昧力坏其种故 这彻底解决了 这你没彻底解决 没关系 他护念你 存在 有 没问题 根儿没去掉 他们还围绕你 但是他不能恼乱你 他不能迷惑你 从感情上 他不能恼乱你 从思想上 从理解 从这个理解 从概念上 他不能迷惑你 这是三 三种利益 从 第一 常为十方诸佛菩萨之所顾念 导致下面两个负面东西 不能产生 一个四烦恼 一个是贱烦恼 贱私都不起现行 四者 第四 令诽谤申法 重罪业障 皆惜为不 令诽谤申法 重罪业障 重罪业障 有多少 啊 忤逆吧 忤逆十恶 讲成忤逆法 做阿比地狱 叫重罪业障 出佛身血 杀阿罗汉 破何和僧 不就这样吗 三逆忤逆 重罪业障 他举了一个 令诽谤身法 谤佛 谤法 谤僧 谤法的人 能不谤佛吗 谤法的人 能不 诽谤 按照佛法来修行的僧人吗 那是不是就破何和僧 所以 这个诽谤身法 就是忤逆罪的 举了一个例子 他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光说四者 令诽谤身法 重罪业障 皆惜为不 如果我说 令重罪业障 皆惜为不 你不知道什么叫重罪业障 那举个例子 令诽谤身法 等 重罪业障 皆惜为不 这加个等字 就更清楚 那么换句话说 重罪业障 当中 重中之中 恶中之恶 那 就是诽谤身法 诽谤佛法法 什么是身法 什么是身法 身跟浅相对 什么是浅法 世间法叫浅法 初世间法叫身法 初世间法叫身法 诽谤身法 就是诽谤佛法 诽谤能让众生 了生死 出三界 得涅盘勒的法 这叫身法 你诽谤是身法 重罪业障 你就不干 忤逆十恶的罪了 那么 你念佛 三昧 修 起心论上 所说的 真如三昧 念佛三昧 没有再说 是真如三昧中的 真如三昧 就和北京王府井大街 它是北京的中心 天安门是北京的中心 到了天安门 你就到了北京了 不仅到了北京 还是到了北京的中心 你一念佛这三昧 你不仅是真如三昧 是真如三昧的核心 因为你这一句佛号 就把真如拉到你的心里 叫做应该过海 因为你一句佛号 你就是真如心 你果彻因缘 你就到了真如地了 你既把真如 拉到你的阴地 你又回到了真如地 你既回到了果地 你又把果地上的佛 给你拉到阴地 你看了得吗 所以 令诽谤身法 重罪业障 皆惜微博 各种各样的重罪业障 结 结就是兜的意思 那重罪业障很多 母腻 皆惜微博 微博了 大罪不犯了 对吧 你要说 我念了佛以后 我记得烟了 我喝记得酒 这点小罪不算大罪 不能不算 这不值一提啊 这么重的罪 尚且能够微博 那小罪呢 那就更不在话下了 所以他这里边是有意思的 他先把特别大的罪 重中之重 最重的罪 重罪业障 我都能让他微博 微就是小 博就是薄 就是小的意思 皆惜微博 全都能够给他 从大化小 从小化了 重罪业障 尚且能化小 那小罪业障呢 那是不是就没了呢 那是不言而喻 我们读到这儿 就应该能有这种推论 我们不说三种量吗 一种叫限量 现在限量出来了 你就能看到这句话 现前你就能见到 诽谤众身法 重罪业障 皆惜为博 比量呢 我们比就是逻辑量 我们推理吧 我们通过这来推理 那要是那些小恶呢 比如贪 吃 那这个还有什么问题 那就更不是问题了 所以 令诽谤身法 重罪业障 皆惜为博 这是把最重的罪 不治之症 我都能治得了 你能治之症 我能治不了吗 就这意思 说皆惜为博 五者 灭一切疑 诸恶绝观 那么 从诽谤身法 重罪业障 第四个是对外 他跟佛菩萨的关系 他跟阿罗汉的关系 他跟和和僧传的关系 他叫重罪业障 起获造业 造业就有造业的对象 那就是落实在事上 你看这是诽谤身法 口业 等重罪业障 有身业 有义业 这讲的是什么呢 口和身 四者 令诽谤身法 这是口业 还有身业 沙阿罗汉 出佛身血 等重罪业障 皆惜微博 还有义业呢 你不能光讲 不能光讲口业和身业 义业呢 三业啊 身口义啊 三业 你看第三业 武者 灭一切 这就是义啊 怀疑啊 也是举一个例子 灭一切 他前面那个身业和口业 他举的是诽谤身法 举了一个 等重罪业障 这是灭一切 以等诸恶觉观 这恶觉就是觉嘛 恶觉 正觉是觉得真如 正得真如 恶觉呢 就错误的思想 错误的认识叫恶觉 那错误的认识 错误的思想 最错误的是什么 怀疑 你看 灭一切 等诸恶觉观 这是义业 灭掉了 你看 他说 这个诽谤身法 重罪业障 皆惜微博 他没说灭 他令 使他们薄了 所以事上 还是有 所以事上是真难断 但是思想上 灭一切 这是讲思想 脑子里边的事情 想法上的事 灭了 灭一切 而且是一切 一切什么 对一切佛法的怀疑 灭一切 等诸恶觉观 这恶觉观当中 最恶的 就是对佛法的怀疑 最恶的就是疑 不信 邪疑 也叫疑暗 因为疑 你内心 黯淡 没有智慧 所以 诸恶觉观当中 他举了一个例子 叫做一切瘾 诸重罪业障当中 他举了一个例子 叫诽谤身法 口业最容易成 你看我们无量说 善护口业 不积他过 他也把口业拿出来 这个 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 最容易犯的就是口业 简单的 所以他 你看这起经论 跟无量说经 不谋而合 他也是诽谤身法 那边是不积他过 你说 法荡比丘 不积他过 这叫诽谤身法 他有意思的 所以 而在诸恶觉观当中 最大的恶觉观 就是怀疑 恶觉观 那就是怀疑 所以 这两点 拉出来 就告诉我们 从身口意 这个角度来讲 造业的这个事情来讲 前面 第二 诸摸恶鬼之所恼乱 不为一切邪道所获 是讲了什么呢 是讲了我们说的 贪嗔痴也罢呀 讲的是外边的环境 外部环境 诸摸恶鬼 邪道 这都是我们身外的东西 外缘 善了 内呢 诽谤身法 重罪业障 这是你内的事 深口意是你自己的事情 灭一切 以诸恶觉观 灭了 这个自己呢 的深业和口业 皆惜微薄 自己的异业 灭以诸恶觉观 灭掉 你看 内外是不是 外恶不寝 是不是讲的 诸摸恶鬼之所恼乱 不为一切诸摸恶鬼之所恼乱 不为一切邪道所获 是不是外恶不寝 互念 内恶不生 令诽谤身法 重罪业障 皆惜微薄 这是内恶 然后灭一切遗诸恶觉观 这是内恶 诸佛菩萨互念你 外 是这么一个情况 内 是这么一个情况 是不是 内恶不生 外恶不弃 这就是互念 我们学 我们学经教 当我们长时间的阅读 我们就能看到这里边的无良意 我们就能看到这里边的联系 这就叫法喜 当你有这种喜悦的时候 就像老法师说的 无师自通 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自得心开 自得心开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 反复的学习 反复的念 反复的读诵 反复的受识 我们最后 就会有云一天 佛菩萨的这些文章 它绝不是瞎说 你说诸佛菩萨之所互念 那互念是内恶不生 外恶不弃 马上就体现在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这是负面的东西 成为这四条 没了 是不是 外恶不勤 内恶不生 是不是这是负面的 再往下 就正面的了 我不仅把负面的给你去掉 我还给你把正面的加上去 所以后边四个 全是正面 六七八九十 后面的五个 全是正面 那么今天的时间到了 我们下次再把这十种利益 继续学完 今天就讲到此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